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古兰教室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用泰语来表达一些常用国家和地区 当然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多 我挑了一些比较常用的 有些泰文发音和英文差不多的国家 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什么的 这种你一听就知道,就不用去刻意记了 我挑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泰文发音 是和中英文都不太像的 让人听了觉得是什么鬼的 但是不用急,看完本期影片后 我保证你想记不住都难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教大家两个词 也可以说是词干 一个是 是国家的意思 当然泰语表示国家词还有一些 比如mung啊、tad之类的 不过用法不同 我也懒得解释 反正你也记不住 从泰语语序上来说 国家这个词干是放在前面的 然后才是国名 比如中国在泰语的语序就是国中 美国在泰语的语序就是国美 当然你记不住这个bratet也没关系 但用国名泰国人也听得懂 第二个词是 这个比较简单 发音类似中文的坤 就是人的意思 当然还有个超 也可以表示人 不过也懒得解释区别了 反正你也记不住 总之你就记住 泰语里哪里人 就是坤什么什么就够了 接下来 我就来教大家如何速记 泰语的部分常用国家和地区名称 泰语是 为什么中国叫 金呢 那我们要先来了解 金是什么鬼 其实泰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是从先秦时期 秦-d开始的 所以中国这个词 在泰国实际上就是秦 中国人自然就相当于秦人 秦用泰文读出来 就是类似于 银这样的发音 所以中国人的泰文 就是昆金 那我们要怎么记呢 你就想了 我们中国人在泰国人的心中 都是土豪的形象 金链子 有钱 卖卖卖卖 所以 这叫 金银 大语是 讲真 这个发音 应该是以中文的广东话 或者福建话什么的演变过去的 因为无论是 日本 还是日本 都和 这个发音相去甚远 至于怎么记 大家应该都熟悉 日本的一本道 泰国人应该也喜欢的 所以日本人就都是 混一本 大语是 高梨 高梨 这个比较简单 跟中文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们过去也会叫朝鲜半岛高梨 无论是朝鲜人 还是韩国人 都是高梨人 你可能会说 不对啊 不是应该读高梨吗 那只能说明你的中文不过关 不信你去尝 无论哪个百科 百度也好 维基也好 拼音也好 副音也好 标注的读音 一定是 二省高梨 大部分人一直读高梨 都是错误的 所以你看 学泰语多好 还能纠正你中文的发音 泰语是 America America 这个没啥好说的 发音就是America的直译 总共呢 美国在泰语 口语里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makan 这个就很好记得 美国人的性格就是很火爆 妈的不服就干 所以美国人 就是kunmakan 泰语是 Pama Pama 为什么缅甸是Pama呢 跟Miamma这个发音 好像区别也挺大 其实历史上的缅甸 确实有叫做Pama的别名 后来他们为了统一名称 就都叫做Miamma了 不过泰国和缅甸 历史渊源比较深 总是互掐 又偏不叫你们要骂 也不怕你骂对吧 你才怕骂呢 所以缅甸人 泰语就是 你怕骂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 地名的泰语发音 泰语文是 Baddy Baddy 大家都知道泰国华人 几乎都是潮汕人的后代 所以在泰国最有名的中国地名 并不是北上广深 而是潮州 泰文里潮州的发音 也是源自于朝圣话 所以就叫 Daddy 这个实在太好记了 朝圣人是最早下南洋来到泰国 待得实在是泰久 所以朝圣人 就是Daddy 泰文是 Baddy 北京的泰文 并不是像英语发Paking的音 而是更像英文 Parking Pakking 这么说也对 北京人多车多 搞个停车场挺难的 当然 北京在泰国最有名的就是烤鸭 烤鸭的泰文是 Bad 北京烤鸭 就是 Bad Bakking 泰文是 怎么记呢 贼船 不过比起四川 更有名的是四川的麻辣 现在已经风靡全泰国 大街小巷都看得到写着泰文 麻辣的烤川店 所以吃麻辣 请认准贼船牌 怎么样 都记住了吗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吉尼 吉尼 日本 日本 九里 九里 马干 马干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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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北京 这一川 这一川 今天的火轮教室就到这里 我是漫古猫 我们下期见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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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